这天娜娜子的父亲四十郎又没灵感了 便在家中瞎逛 寻找可以得到灵感的东西 他经过娜娜子的房间进去查看 恰好看到了娜娜子小学时的日记 原来娜娜子把小星带回家做客 娜娜子责怪老爸偷看日记 四十郎连忙向女儿道歉 却也透露在日记中发现了惊人之事 原来今天正是娜娜子埋藏时间胶囊的十周年 十年前年幼的娜娜子将胶囊交与父亲掩埋 约定十年后共同挖掘 小星文言非常兴奋 甚至幻想胶囊中藏有给自己的情书 压根没想到自己还没出生呢 三人随即前往庭院挖掘 热心的小星也想要帮忙 但笨拙的举动令四十郎看不下去 夺过铲子亲自动手 很快便挖到了义武 没想到是他以前遗失的钢笔 这是他刚开始写作时购入的第一支 不料一打开 钢笔却断成了两截 不久后小星似乎也挖到了某屋 细看之下 竟是康达姆机器人的肢体 四十郎忍不住吐槽这玩意怎么在自家庭院 一阵狂挖后院子变得凌乱不堪 此时四十郎终于挖出一个盒子 里头竟是他昔日的手稿 这是四十郎为未来的自己预留的退路 若解稿时没灵感便可派上用场 稿中描绘一位50岁的普通警员 冲浪时不幸遭巨浪吞没穿梭至古代 不料他刚穿越就被当地居民包围 就在故事即将迎来最高潮的时候 却发现稿子只写了一半 四十郎恼怒之下将稿件扔了 结果吓得小星掉进坑中 小星在坑底偶然发现另一个铁盒 意外找到了那那子的盒子 小星掀开盒盖 映入眼帘的并非预想中的情书 而是那那子对父亲的爱 四十郎得知女儿的心意后 不禁潸然泪下 当他们都找到各自的珍藏之物后 那那子邀请两人品尝苹果派 忽然四十郎灵光乍现 利用方才的手稿构思出新的情节 就在主角陷入绝境之际 未来的那那子现身相救 并将手中的苹果派抛出 众人皆为这前所未见的甜点所倾倒 小星和那那子觉得剧情很是荒谬 认为无人会青睐此作 然而三个月后 四十郎这部异想天开的小说 竟然热销起来 着实令人瞠目结舌 那那子想为小星亲手编织帽子 殊不知小星开始幻想 与那那子结婚的场景 这天 美牙带着小星小葵逛商场 忽然小星往前狂奔 美牙紧随其后 追至手工艺品区 原来小星灵敏察觉到那那子就在附近 小星向那那子打招呼 原来那那子是来买一些毛线的 随后那那子蹲了下来 用手来测量着小星头的大小 小星开心地手舞足蹈 那那子表示 还要织一顶与小星相仿的帽子 小星却当成那那子 向自己的求婚 兴奋地原地旋转 一旁的小葵都傻了 回家后 小星迫不及待地问美牙 关于帽子的进度 当她听到需要一周才能完工 小星又陷入了遐想 心想再过七日 便可与那那子结婚 美牙看她的样子都无语了 此时小葵醒了 小星想到即将和妹妹分离 心中很是不舍 但是为了和那那子结婚 将照顾爸妈的重责大任 拜托给了小葵 第二天在幼儿园里 其他小朋友都开心地玩在一起 只有小星一个人站在角落沉思 想到要和那那子姐姐结婚 自己就得去工作了 吉小智见状 还以为她身体不舒服 小星则表示快要结婚的人 是要做出改变的 这话把他们都搞糊涂了 与此同时四十郎为了赌边际 跑到那那子的房间 她强调自己只是刚好路过 怎料发现那那子在织东西 以为是送给哪个男生的礼物 心里是强烈反对的 不过当她看到一个字母 当成是织给自己的 才放下心中的悬念 一周后 那那子打电话给美牙 说帽子终于做好了 美牙刚挂电话 小星就变身成帅气小伙 准备去那那子家 这时门铃响了 那那子急忙开门 来者却是四十郎 四十郎看到做好的帽子很高兴 拿起来才发现太小了 这才明白帽子是要送给谁的 正说着小星和美牙也到了 那那子亲自给小星戴上帽子 小星感觉被那那子的爱给包围住了 那那子也戴上同款帽子 小星期待着和那那子亲亲 没想到那那子还给美牙 小葵和四十郎都做了帽子 四十郎戴上帽子后 之前的布满全没了 桌上剩下一顶特大号帽子 四十郎和小星以为是给神秘男友 还好是给那那子的好朋友阿仁 阿仁抓起小星贴贴 因为帽子字母一样 好像他俩才是一对 但小星心里只有那那子姐姐 吵着要和那那子结婚 小星准备去那那子家打年糕 因此穿上了一套最帅气的西装 这时门铃响了起来 他直觉是那那子来接她 满心期待地打开门 只见那那子站在门外微笑着 小星准备冲上前去拥抱 突然阿仁从旁边冒了出来 小星想停下已经来不及了 抵达那那子老爹家 大元四十郎已经准备好打年糕了 可是编辑林木却催促他写稿子 老爹解释打年糕的重要性 但林木却一点面子不给 无情地将他拉走 就在这时 阿仁换了一身衣服出现了 就问有谁敢惹阿仁 那那子也换了一身打年糕的衣服 这让小星都被迷得神魂颠倒 他们准备把糯米煮好后 就要开始捣碎 而阿仁则是这方面的专家 他每年都参加街道组织的打年糕大赛 小星也吵着要试一试 然而处就太重 使他的重心不稳 差点就把盆栽给砸坏了 那那子让小星不要勉强自己 随后拿出了小时候爸爸 专门为他定制的木柱 上面还刻着那那子名字呢 结果小星在上面写了自己的名字 也只有那那子不会生气了 小星看到漂亮的那那子后 干净十足捣起糯米 眼看糯米已经捣得差不多了 阿仁跳出来准备出手 小星立马就被他的气势吓到 感觉一锤子下去整个地球都会裂开 想到这里小星跳出来要帮忙 让阿仁去旁边休息一下 听着小星他们在外头嬉笑的声音 老爹实在写不下去了 他跟陵墓说自己要上厕所 然后拿出一个盒子扔向陵墓 仔细一看原来是拼图 陵墓上大学时曾加入了拼图研究会 人称拼图贵公子的他对拼图很执着 老爹成功拿捏了陵墓的弱点 看到三人愉快的气氛 嫉妒的老爹看不下去了 一手拿过那那子的杵就要自己来 打算跟他们做个标准示范 结果小星却跟那那子轻轻握握 完全忽视了老爹的存在 老爹想看小星是怎样打的 那那子也要跟着一起打 老爹却怕女儿受伤不想让他打 可那那子表示自己没那么脆弱 于是他又跟小星一起打了起来 老爹大喊他们打的都不对 那样会把木屑掺进去的 老爹拿起杵就再次示范起来 只言要借力打力一下一下来 那那子夸赞爸爸厉害 他听了人都飘了起来 这时林木拿着拼好的拼图过来 问他搞见该怎么办 老爹一听就慌了 立马夺过拼图就扔了出去 林木又要重新拼了 老爹还想要继续 结果腰用力过度伤到了 最后还是林木帮忙把老爹抬回卧室 果然打年糕 还是要靠专业的阿人 打年糕对他来说就是小菜一碟 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两个人的活 没过多久糯米终于打好了 下一步就是包年糕了 软糯香甜的年糕吃起来特别好吃 可怜的老爹没吃上年糕 也没写完稿子 实在是太可怜了 那么这次的蜡笔小心内容就到这里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如果喜欢还希望大家给我免费的赞 或者帮我按按底下的订阅 赞数越多更新越快哦 那么我们下次见